大家好 这里是中国舆论厂网友直播间 我是本期的嘉宾主持曹以东 本周我们注意到美国的隐身能力最强的 朱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事故频发 而且这不是它第一次发生故障了 那么朱摩尔特级的导弹驱逐舰事故频发 给各国海军带来了哪些警示呢 我们今天就跟网友大家交流一下 刚才也是我们这个手机也是故障频发 也引起了就是给大家带来了诸多的不便 在这里向大家道歉 那我们说呢就是朱摩尔特级的导弹驱逐舰 是世界上最大的导弹驱逐舰 而且也可以说是最先进最新型的导弹驱逐舰 那么美国它在建造或者是设计这款驱逐舰的时候 就有一个思想 就是一定要把它的对手甩开一代到两代的这种能力 那么一代到两代的能力 就是说要在技术上最先进 要在能力上最先进 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在朱摩尔特级的导弹驱逐舰上 采用哪些先进的技术呢 首先是它的动力 它现在已经不再采用这种燃气轮机 而采用电力推进 电力推进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的静音性能非常好 因为用电力推进对方的声纳就很难发现它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躲避潜艇的打击 再有一点就是外形的隐身设计 所谓外形的隐身设计 如果大家看过朱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的造型 就可以觉得它是像一个船倒扣过来一样 造型很奇特 虽然它是1.5万吨机的排水量 而且是上百米长的 接近两百米长的一艘大舰 但是在雷达的反射坪上 它却相当于一个小渔船这么大小 因为它在海市的时候 有美国的一个渔船的船长 当时说我在海面上发现了一个小渔船 但是使劲一看 这竟然是一艘接近两百米长的大型的战舰 很吃惊 所以它的隐身能力 也就是躲避雷达的能力很强 再有就是武器装备 因为我们知道舰艇 它主要是靠舰炮还有导弹来打击对方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它的舰炮已经不再采用传统的舰炮 而是采用电磁导轨炮 电磁导轨炮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知道传统的舰炮 它是靠炸药把弹头绷出去 那么炸弹的爆炸威力 只能使弹头就从炮塘里边的出速度 达到每秒钟800到900米 那么这样一个速度呢 通常也就是达到二三十公里的距离 因为受到地球的引力 它就落下来了 而采用电磁导轨炮 它的出速度 就是这个弹丸的出速度 可以达到每秒钟2000多米 所以比常规的这种化学的这种炸药的炮弹 它的出速度要大一倍多 所以它射击的距离就远的多 那么通常可以达到100多公里的这么一个距离 所以精度又高射程又远 这就是它的武器装备的一个变化 还有由于它的这种外形的这种隐身的设计 它过去其他的舰船都是外漂型的两旋 比如像提康多罗加级的导弹巨洋舰 或者阿利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 都是在前后的甲板 加装这种垂直发射的导弹系统 就是马克41导弹发射系统 那么由于诸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 它是一个内收式的 内收式的这么一个甲板 那么它的造型很奇特 所以它的导弹发射的这些垂发系统 也改了 是改在舰的两旋 而不是舰的前后 所以我们说它的这个又有了变化 所以我们看从它的动力系统 从它的外形设计 再从它的这种武器打击的能力 包括它下一步还准备加装机 就是激光武器 激光武器在反导弹和打击飞机的时候 它可以发现机打击 速度要比我们通常的密集阵 或者其他的导弹速度要快得多 正是因为美国给它加装了 这么多的先进的技术 所以它是世界上可以说是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 那么新的导弹驱逐舰交给美国的海军了 可是在使用中怎么样呢 一堆问题故障频发 那么为什么美国发展这款导弹驱逐舰 投了这么大的本钱 却事故频发呢 那么在世界各国建造舰艇的实践中 有一个规律或者是说有一个经验 就是说你任何时候你要建造一款舰艇 如果在它上面采用的新的技术超过了30% 那么它的故障率一定会大幅度上升 而美国的这艘导弹驱逐舰 它的这种故障率可以说已经达到了 而美国的这一款新型的驱逐舰呢 它的这种就是新的技术装在上面呢 已经达到了不要说30% 而是超过了50% 那么这么多都是新型的技术 它的故障率就频发 为什么频发 因为这些技术不成熟 你像阿里波克机导弹驱逐舰 人家用了几十年了 发现了什么问题 就及时改变 及时的改善 所以它得到了客服 它的这些设备 无论是舰炮 导弹 还是它动力系统都非常的稳定 而现在你采用这种电力推进 你采用这种所谓电磁导轨炮 实际上还没有装上去 还用的是155口径的这种舰炮 还有你的这种隐身的设计 还有你的其他的这些 就是信息化的系统 等等的体系等等 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这次在试验 或者是交给美国海军的实践中 就是出现了故障频发 这个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有的人就说了 美国花了这么多的银子 去建造这样的先进舰艇 那么这款舰艇还会使用下去吗 我认为还会使用下去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它必须 把它的对手甩开 一代到两代 那不采用这么多先进技术 它继续用老的技术 它只能和对手保持相同的水平 就很难把对手甩开 所以这款舰艇 它一定会使用下去 那么这款舰艇要使用下去 它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我们说呢 它可能在目前的情况下 要解决美国的海军战略问题 也就是全球部署前沿部署 那么它就是靠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 看样子肯定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你全球部署就需要大量的这种驱逐舰来执行 就是全球部署的任务 你不但大西洋要有 太平洋也要有 这个北半球要有 南半球也要有 当航母出动的时候 你要跟着去保护航母 那么其他的水面舰艇 跟踪监视的时候 你也要跟着去 还有就是 有海巷陆打击的时候 你也要参加 那么阿里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 数量是五六十艘之多 它可以执行这样的任务 但是朱姆尔特级导弹驱逐舰 现在只能建造三艘 因为它原来是准备建造三十二艘 但是现在造价 每一艘的造价就达到了四十亿美元 这是相当于五到八艘 就是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的造价 所以美国就造不起这么多的数量 那么造不起这么多数量 压缩到多少 十二艘 十二艘还是太贵 就干脆压缩到三艘 那么大家试想 你只有三艘舰艇 地球面积70%都是海水 你到哪里去部署这么多的战舰 所以美国海军就说 尽管你的作战能力 可能是移当时 但是你这个舰艇部署起来 却无法移当时 就是你在太平洋部署了 那大西洋一定就没有舰艇 那么如果你在前沿部署了 那后方一定就没有 所以美国现在是很难解决 全球部署的这种问题 那么现在它准备怎么办 就是阿里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 实际上有三个型号 就是一型 二型和二一型 我们也可以通俗一下 说是三型 那么现在呢 美国就是准备 建造更多的 三型的阿里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 来增加它的数量 完成它的这种全球的部署 但是呢 我认为 这个朱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 它的这些动力的经验 它的这些作战方式的经验 以及它的这些隐身的经验 在未来的时候 即使它不再建造 朱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 它也可以把这些经验 用在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的 三型舰上 或者是以后的新型舰上 所以我们说呀 就是朱摩尔特级的导弹驱逐舰 它不会是一个句号 就是以后再也不建造了 它一定会继续的就是完善 那当然这有一个经费的问题 就像这个美国 它现在不可能就是把这么多的经费 全投给海军 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国防经费 都投给你这个朱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 一定要投给各个方面 所以从目前的情况看 它是要通过建造三型的 阿里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 来解决它现在水面舰艇 特别是这种中型的舰艇 不足的问题 因为在新世纪里面 美国的水面舰艇三大支柱 第一是福特级的航母 第二就是朱摩尔特级的导弹驱逐舰 第三个就是小型的滨海战斗舰 实际上滨海战斗舰在使用中 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也是因为滨海战斗舰出现的 装备的新技术太多了 所以我们觉得 虽然美国想把对手甩开一带 但是现在目的是没有达到 关于朱摩尔特级的故障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他对世界各国的启示 海军的启示 我想刚才我们也介绍了 下面我们就进入到回答问题 还有点名感谢 类似于这样的环节 给大家一些进行互动 我现在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谢谢大家 给送了这么多的赞 谢谢大家 看看有什么样的问题 美国现在有替换产品呢 这个叫城市二的网友来了一个问题 美国有替换产品 实际上美国的所谓替换产品呢 就是阿利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的三型舰 因为这款舰大概五六亿美元就可以建造出来 而且有对陆的打击能力 就是它的战斧巡航导弹 它有对海的打击能力 就是鱼叉的这种反舰导弹 那么它有反潜的能力 就是阿斯洛克这种火箭弹可以打击 所以它现在当使用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的时候 它就可以完成反舰反潜防空 有海对陆的打击任务 那么它就可以取代很多 就是朱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 数量不足 这个故障频发的问题 所以现在目前美国 是用阿利伯克级的三型舰 来作为替换的产品 中国有必要发展 类似于朱摩尔特级的隐身驱逐舰吗 这个网友提了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现在在发展朱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 中国有没有必要 我认为中国也会发展类似的导弹驱逐舰 但是它不一定要发展成15000吨 可以是1万吨的大型的导弹驱逐舰 再有一个朱摩尔特级的导弹驱逐舰的很多的经验 我们可以借鉴 比如说它的隐身性 我们也可以采取相应的隐身设计 使雷达很难发现它 我们也可以采取电力推进这种系统 那么声纳就很难探索到 那么将来我们也可以发展电磁导轨炮 因为现在我们正在研制航母上的 这个电磁弹射的弹射器 那么这个原理也可以用于电磁导轨炮 电磁导轨炮的射程更远 而且精度更高 我们也可以利用 再有就是激光武器 激光武器是发现机打击 它的速度比导弹火炮快得多 所以我们可以把美国诸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的经验 用到我们未来的驱逐舰上 但是我们不会像它那样花那么多的银子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接受它的教训 不要把那么多的先进技术 同时一下就放在一艘舰上 这样的话可能是预速不达 我再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有一个朋友问了 说那么这种舰艇如何对付 我们说美国拿着这种舰艇 首先是要执行有海巷路的打击任务 那么你这艘舰艇是隐身的 其他跟你一块作战的舰艇 可是不隐身的 就可能把你暴露出来 再说你在雷达上是隐身的 你对目视也就是飞机或者其他的探测手段 舰艇看你 你并不是隐身的 所以我们说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手段 比如说卫星可以监视到你 包括其他的飞机也可以监视到它 那么一旦看见之后 包括我们放出无人机也可以监视 一旦看到了 那就可以对它进行相应的打击了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潜艇 潜艇也可以静在水下隐藏着手足带兔 只要你经过它的航线的时候 它也可以发现你的就是搅动的这个水的声音 所以我觉得呀 我们打击它也是有办法的 现在呢 就是我们这个网友 大家已经回答了三个问题了 我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再赶紧回答一个 中国未来的航母有怎样的技术可以掩饰 这个我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中国的航母比如说这个虽然是万吨级的 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设计成就是一个涂料 可以使它隐身 还有一个外形的设计 可以使它的这个就是箭导部分缩小 也可以达到隐身 再有呢就是推进系统 采用更先进推进 也可以降低它的噪音 也可以达到隐身的效果 好 今天的问题啊 先就回答到这里 因为时间有限吧 今晚也就不再和大家就是进行这个 这个手机上的这个网上的互动了 更多的精彩关注呢 今天晚上19点30分 那么中国舆论厂呢 就会这个请大家就是多多的关注了 我们直接在电视里面见了 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在中国舆论厂的微信呢 微博公众账号啊 给我留言跟我互动 大家这个跟我们现在互动 说感到很高兴 谢谢大家再见